你好 廖老師讀故事 混合 顏色的故事 從前有三種顏色 紅色 黃色 和藍色 紅色 是最小的 啦啦啦啦啦啦 黃色 是最亮的 叮 藍色 是最酷的 大家和平生活著 直到 一天下午 一天下午 一個紅色說 紅色是最棒的 黃色不同意了 黃色說 不 我們才是最棒的 因為我們是最亮的 藍色 藍色太酷 而拒絕回答 顏色們分開了 但是有一天 一個黃色遇見了一個藍色 和你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我很開心 和你在一起 我很平靜 黃色 黃色 黃色和藍色 成了好朋友 成了好朋友 黃色和藍色 成了好朋友 顏色 顏色 不應該混合 但黃色 但黃色和藍色很相愛 黃色和藍色很相愛 黃色和藍色很相愛 黃色 他們一起 創造了一個新顏色 黃色 他們一起創造了一個新顏色 他們叫它 綠色 黃色 大家都很喜歡綠色 绿色像黄色一样明亮 像蓝色一样平静 但也是它自己独特的颜色 很快其它颜色也混合了 橙色 紫色 它们混合 混合 混合 现在有了很多新颜色 和很多新名字 别忘了你的眼镜 蛋子 玩开心哦 琥珀 小心点 碧玉 混合 颜色们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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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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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